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現在是兔年第一次圖書組會的時間 譚姆斯在祝福各位 兔年快樂 並且在兔年裏面 愈來愈喜歡愈讀 跟大家拜過年之後 接下來譚姆斯想跟大家介紹一本 故事書 這本書的名稱叫 新年怎會不快樂 作者是雅圖 出版社是樂詩會 這個故事主要有兩個人物 第一位是軒仔 是一位小朋友 另一位人物就是軒仔的媽媽 這個故事發生在農曆新年期間 故事開始的時候 軒仔好像有點不開心 為何在新年的時候 他都會覺得不開心呢 不如我們一齊看看接下來的影片 唉 好頭痛啊 寫什麼好呢 老師叫我們在輝春寫新年願望 但是我想的都想不出來 但是那些同學已經寫好了 還熱烈地談談他們的新年計劃 嘿嘿嘿 表哥買了一本新遊戲機給我 我一會兒去家一起打遊戲 唉 我新年從來都沒有新玩具 唉 我要去姑媽家拜年 超無聊咯 不過 每年呢 最後的利是 都是姑媽給的 唉 每次新年那些利是 都被媽媽 沒收了 我今年 打算在瑞士話說 爸爸在飛機市買 讓你飽便宜一點 唉 我媽媽只是一個保安員 我們哪裏都去不了 新年有什麼好高興呢 原來 軒仔呢 增長在一個很窮困的家庭裏面 家裡沒有太多的玩具 也都未曾試過出外旅遊 還有啊 每年的利是錢 全部都要交給他媽媽 來應付日常家庭的開支 所以 軒仔在故事開始的時候 真的好不開心的啊 不過 到故事結束的時候 看一下 嘩 軒仔開心很多啊 究竟為什麼會有這個轉變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本圖書 就會知道的了 怎麼可以看到這本圖書呢 在二月份的時候 譚書就會將本圖書 放在圖書館裡展覽 大家記得去看啦 好了 跟大家介紹過圖書之後 接下來呢 就有介紹圖書館活動的時間啊 原來香港有很多小朋友呢 那個遭遇呢 和軒仔很近似的啊 跟著一項報道告訴我們 在2017年的時候 原來香港有超過兩成的小朋友 是生活在貧窮的家庭裏面 他們的家庭呢 三餐都不夠錢支付呢 也都沒有錢呢 去買玩具哦 衛兒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啦 不如我們看多一點點 衛兒的情況呢 衛兒呢 衛兒呢 是一位十歲的小朋友 她是生活在一個很貧窮的家庭裏面 因為家庭的家庭環境不好啦 所以呢 只要貴個十元的玩具 衛兒呢 都不敢向家人要求買的哦 那如果衛兒見到自己喜歡的玩具的話呢 就只好每天都去玩具店那裡 去看下這件玩具呢 從來都沒有想過要買這件玩具的 陶牧师现在想邀请大家一起思考一下 假如你是慰儿,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相信一定不会觉得开心了 为了帮助一些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小朋友 图书馆即将会举办两项活动 第一项叫做换具换出关爱心回收行动 第二项活动叫做阅读显爱心慈善问答游戏 首先会和大家介绍的玩具换出关爱心回收行动 这一项是一项玩具回收的活动 将会在二月尾的时候举行 到时陶牧师就会放一个收集箱在大堂 愿意捐赠玩具的同学就带玩具回来 然后放到收集箱就可以了 我们会将玩具捐赠给基督教例行会 这是一个慈善组织 他们就会将玩具转赠给有需要的小朋友 详细的安排大家可以留意二月尾派发的通告 另一项活动就叫做阅读显爱心慈善问答游戏 这项活动面秀班和网课班的同学都可以参加 为什么可以参加这项活动呢 讲讲面秀班同学先 在二月十七号的时候 你们班主任就会派发一份活动纸给你们 活动纸上面就会有一些有关今次的节目 和新年怎会不快乐图书内容的问题 请同学用心完成这张活动纸 然后在三月三日或之前 将活动纸放到童书馆门口的收集箱就可以了 网课班的同学你们就可以在二月十七号之后 就开启一封主题叫做阅读显爱心慈善问答游戏的电邮 电邮那里有一个连结的 请大家点击连结 就会见到一张网上活动纸 请大家用心完成 同样都在三月三日或之前交活动纸 凡是能够完成活动纸的同学 都可以获得一粒我做得很准备的画的蓝钻石 而谭老师是认识一位善心人士 他就答应我们每收到同学一份的活动纸 这个善心人士就会捐10元给诺诗会 诺诗会也是一个慈善组织 他们会做得工作帮助弱势社份 同学记住踊跃参加今次的活动 因为你们的参与是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士 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